稍微補充一下 就是剛剛我們在選這個對不對 那你所有的工具都一樣 你看它上面這邊不是有這個 這個跟這個嗎 今天如果你在這邊用的時候 預設它是加 也就是說我今天這個選不夠 我以這個為主 假設我這個我先取消 我這邊加加加 你看我這樣畫一次 我再繼續畫下去是不是要加選 那麼今天如果你不小心 我這個地方 糟糕是不是太出來了 你是會換到減 但是其實你可以不用那麼麻煩 你看鍵盤上的這個就好 你看我現在按哪一個 Alt Alt 有沒有 這樣我按就很清楚嘛 好 所以我就按住鍵盤上的Alt 這個時候呢 你就有沒有發現我優標就變減號了 上面有沒有變減號 當我放開的時候 它就恢復原本的加號 我就不用跑到上面去切換 事實上以前我們在學PhotoShop的時候 有一個最麻煩的是什麼 那個 小Pepple很多 就是有很多 那個快速鍵 你 如果沒有用這些快速鍵 其實那些選單還是可以找得到 只是有些你不好找 你要記位置 所以他們就會用很多快速鍵 所以你看人家那個很熟的 他就弄完了 陳庚琴 對你都好像沒有看到 他以為他這樣很厲害 可是事實上這還好啦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因為他熟嘛 那是他的工具啊 你用熟就跟你開車一樣 用熟是應該的 但是如果說你知道他原理會更好 因為你就可以變化更多 對不對 可是就是說如果你要操作的比較快 我還是建議各位就是可以稍微記一點點 他的操作方式 原則上你會發現我們鍵盤上就搭配那三個按鍵而已 你有沒有發現你鍵盤他按三個按鍵是沒有反應的 一個叫Shift 一個叫Alter 一個叫Control 不過Win10之後按Shift有作用 那就要切換中英文 中英文 對他以前我們是Control加Space嘛 Win10之後是按加Control就好了 但是呢 原則上那三個按鍵都是輔助鍵啦 所以我們在Windows那個Photoshop裡面主要是那幾個 是那幾個 這樣有沒有了解的 那其他選取工具也都是相同 只是上面的圖看起來不一樣 有沒有 這個也是加選 這也是減選 這樣了解他概念了 所以也是搭配我們剛剛講的 Alter就是減選 Shift就是加選 所以我今天如果是這樣子 我按一下這個 有沒有發現下面的一個加號 按一個這個 是不是下面就有一個減號 這樣有了解齁 但是我是按Alter 不是沒有加Shift 剛剛畫面 他只是顯示比較慢一點 OK 好 這次我們再補充一下 讓大家了解的